郑友们好 这期的《相见》节目 由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跟齐哥见面的一些分享 先跟大家说一下 本来今天中午呢 我应该跟秦藤进去看齐哥的 但是呢 这两天呢 MDC的look down 所以说这星期的 见齐哥的计划呢 就泡汤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去见齐哥 那么我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两星期前去见齐哥的一些的情况 前面的过程呢 大家可能从 秦藤的相见 秦藤的盖文 还有阿炳 在他们disco群发的一个信息吧 大家可能大概齐都了解了 所以这里呢 我也不再赘述那些东西 我是想分享一些 齐哥跟我们讲的他的一生 他的自己的 本身的事情 包括他的牙疼 他的一些情况 这个事呢 当时是先从什么说起呢 齐哥先说 你们现在天天的工作怎么样 是不是很紧张 他说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我工作那么紧张 没有我的安排的那么晚 那么他跟我们讲了一下他每一天的 这一天的安排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包括早晨黑早起来锻炼身体 然后冲个凉 吃早餐 然后要学一个小时的英语 然后再打一些legal call 然后再见律师 所以这一天安排的非常的满 然后还要看很多的新闻 很多的国内国外的一些事情 包括器官链的AI的 还有量子技术的 包括还有一些他希望看的杂志 还有书 真的这一听是齐哥这一天 安排的非常非常满 这时候呢 可能有的战友或者人呢 给他可能寄信啊 就说了关于他一天三千个俯卧称的事 那么他说一下 他说我是每天早晨起来之后 锻炼就要做一千五百个俯卧称 但是呢 我做的幅度呢 不能很大 因为呢他怕他的胸太大 这时候他给我们展示一下 他的肌肉 他的尤其的小臂 整个那个整个都是那种肌肉 那种线条是非常非常的饱满 这时候呢 他就想说起了 上次他的牙疼那次事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做俯卧称呢 因为大家知道MDC那个地方 不光MDC咱们家庭也一样 那个地毯你长时间不清洗的话 其实他里头有很多各种细菌 是非常非常脏的 那么齐哥就因为做的 俯卧称呢 做的太多了 那么与地面接触太近了 那么他的牙 原来的老的毛病 牙那块的本身就有 就有坏的地方 那么再次用细菌感染 那么其实他是好几天 一直慢慢发展到 最后他的整个的 牙那块全种起来 包括脑后 脑后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脓包 他那天是早晨起来 是突然就是因为疼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化膿 他是晕倒了 晕倒之后呢 这是那个有一个狱警 发现了之后 马上就把齐哥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呢 当时呢 他到了医院之后 他好像就是苏喜过来了 苏喜过来之后呢 这时呢 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护士 齐哥讲话 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护士 那么看到他之后 马上就认出他来了 Miles 就说 对他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友好 齐哥当时也感到惊讶 就说 他怎么会认识我呢 那么他为什么认识七哥呢 他说了 他说因为我的父母 一直看你的直播 看你的视频 所以说呢 听了你的话呢 我的父母都没有打疫苗 所以他们呢 就非常非常的感激你 那么这时 他说如果你们看到了 你见到了Miles 你一定要替我们感谢他 他们非常非常感谢你 所以说这个护士 对七哥非常非常好 照顾 马上去找了一个男的医生 还有一个女的助理过来 马上给七哥做手术 那么把那个牙这块 还有脑后那块 他开的那个刀 做的手术 挤出来很多脓 齐哥讲话 疼得不行 因为七哥送七哥记忆的时候呢 是狱警 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 就换成了那种Marshal 换了几个呢 四个Marshal 四个Marshal里呢 其中有两个呢 对七哥非常好 但是有另外两个呢 因为政治观念吧 或其他的东西吧 那么对七哥呢 非常的恶劣态度 那么有一次呢 七哥在床上躺着 那么他们过来呢 对七哥是恶语相加 大家也了解七哥的性格 七哥是那么柔起来 真是柔情似水 但是你要想跟七哥发横 或者你想对七哥的恶 那么七哥肯定是 不会束手就擒 是乖乖的听你说 那么七哥也对他们进行了 用语言进行了 有力的一种反击 这时候因为这种情况呢 就是惊动了在外面的其他人 他们几两人跑进来之后呢 就把这两个狱警拉出去 然后报告了他们的上级 从那天之后 这两个狱警就不再看出七哥 那么又调来新的 对七哥好的一个狱警 其实七哥在给我们讲 这段事情的时候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说有太多的人 有太多的爱 有太多的好人 在我们的周围 第一个就是这个女护士 其次呢 他又提到了一个华人 他说这个华人 是一个个头很小的一个 一个男的 他呢是个 原来不知道干什么 后来他知道 他也是个牙医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因为他是看牙地方 肯定他是从别墅过来的 后来了解到 他是在法拉盛呢 是开诊所的牙医 那么他见到七哥之后 也是非常的激动 后来跟七哥说 我的父母都是战友 都是支持爆料革命的战友 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你 那么转天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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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吧 这个小伙子吧 可能三十多岁 那么就给七哥带来了 很多好吃的 一定要让七哥去吃 那么他的父母呢 也给七哥包的饺子 什么带了来 虽然那个地方呢 是不允许吃的 但是就他们的这份爱 对七哥这种爱 真的深深的感动了七哥 后来七哥呢 也交代了咱们的战友呢 要去法拉盛去看一下 这个 小伙子 也慰问一下他的家人 要对他们进行 表示感谢 但是具体做没做呢 就 不得而知了 但是七哥是 这么跟我们说的 那么七哥呢 还讲到了一个 感人的事 就是 有一天呢 他吓到了大厅 突然听到很多人高喊 七哥 七哥 七哥回头一看 有两个 这个华人 冲了 就是因为围了好多人嘛 就冲了过来 要拥抱七哥 这时候呢 被那个Muscle的 就给拦开了 拦开之后呢 这些这几个人呢 就跟Muscle 七哥就跟Muscle去说 这可能是这个 我们的战友 那么Muscle也非常的友好 就说 你不能跟他有身体接触 但是呢 你们可以呢 进行交流 那么这两个人 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激动 那么正好 因为他们手里 当时也没有准备嘛 那么看到旁边 还有其他的那个客人也好 或其他的 呃 人也好呢 手里正好拿着饮料 他们一把就把饮料 抢了过来 跟人说 不好意思 我先用一下 将来你需要多少钱 我给你 马上要递给七哥 但大家知道 同样的 也不可能 七哥也不可能喝 也不能不允许喝 但是这份热情 这份感情 这份对七哥的爱 这也是深深的打动了七哥 所以说 七哥就告诉我们 你们一定要爱战友 一定要关心战友 因为我们的战友 无处不在 我们的战友 尤其这些不知名的 这些战友 太可爱了 这时候呢 七哥呢 因为上来 跟阿炳已经聊完了 那么我们几个人 就开始聊 聊天的时候呢 七哥就说 我们灭共 你们觉得危险吗 他说 你看看这周围这些人 他给 完了他只给我们看 这个是贩毒的 这个是什么案件 这个什么什么 你觉得他们危险 还是我们灭共危险 七哥说 我们灭共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是 面对的是一个 一个邪恶的政权 一个邪恶的 一个中国共产党 那么我们心中联邦 我们必须强大 这是他跟我们讲了一个 关于牛郎与织女的 一个预言 他说 大家都知道 牛郎织女 这个传说 那么织女是什么 织女是天上下凡的 而牛郎当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那么织女能了解牛郎的一切 因为他是天上来的人 他足够强大 而牛郎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那么牛郎肯定是 因为织女是天仙嘛 天天女下凡的 那么他肯定要追求织女 他是 但是而织女 并不需要 过多的去 就是因为他了解 牛郎的一切 所以他足够强大 那么他没有必要说去强求牛郎做什么 而牛郎肯定要请求 或者要对牛郎 要对织女是非常的去热爱 非常的去亲近 因为他要求着织女 因为他是凡人 而织女是天上的下凡 那我们新中联邦 要是足够的强大 所以说 我们不会去求任何人 这时他又讲到了 所谓的去国化 那么七哥还是一句话 如果谁想去国化 如果谁不想跟随爆料革命 跟随新中联邦 就由他去吧 我们不要去强求 这时候七哥谈到了某些人的背叛 七哥说 虽然他现在背叛了我 但是我们也不用去用恶语相加 去对他们进行攻击 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上天在看着 有法律在看着他们 如果谁违法了 那么法律是不会饶过他们 而我们不要过多的跟他们去纠缠 因为不值得 这时候呢 七哥呢 就问了阿兵 你是不是前那阵差点被带偏了 阿兵马上说没有没有七哥 没有带偏 那个那七哥说 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大家知道 什么情况 就是他说 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张成 我们让他撤销张成 他们不撤 后来七哥说 那都是以前的事 张成撤销 与否修改与否 那都是以前 不要再借乌产这些事情 那么阿兵又说 还有有些人发了一些东西 对我们的所谓的攻击 或者什么 那么七哥说了 是某些人发爱东西 是非常的影响非常的恶劣 但是毕竟都是过去的事 大家不要纠缠在过去 还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往前看 这时呢 阿兵呢 就提到了某些人 提到了某些事 那么七哥就说 哦 那你们被带篇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一号 那个一号主席令 你们看了吗 太荒唐了 阿兵说 哦 我好像没 我没看到那个一号主席令 嗯 这时七哥就笑了 那么七哥呢 又说了一些 具体的事 和具体的人 就是呢 七哥 又交嘱咐阿兵一个事 就是 你告诉这几个人 他们会面临着危险 有可能呢 会监狱 会进监狱 希望你如实 告诉他们 因为某些人的恶 和某些人的坏 一旦 一旦 原来你跟着他 那么一旦你想离开他的时候 他是不会让你轻易的离开的 其实七哥说这话时 我就想到了共产党 就是跟着共产党 走进火葬场 共产党就是这样 一旦你沾上他 你想脱离他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前面有金无怠 后面有招守胜 包括前些日子在法拉盛 被杀的那个律师 我忘了叫什么了 就是这是 其实每一例都是活生生的事实 摆在了大家面前 所以说 沾上共产党 你想跑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永远摆脱不了 你一旦上了共产党这个贼村 你永远摆脱不了 这个时候呢 七哥又谈了一些 有关案情的事 他说 随着案情的 很多原来被隐藏的部分 会逐渐的把它 披露出来 那么呢 战友们会看到很多 真相 会 也会揭露出来 那么可能战友们 原来心目中的一些 疑问 一些疑点 那么会逐渐的 被 有了解答的 有答案 这时候呢 因为阿炳是从DC来的 加上他的腿 脚 扭伤了 所以呢 这次我们的时间给的呢 是比较长 大概 齐得有 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七哥呢 主要呢 其实是 跟我们在说 也是主要的 跟阿炳 说了一些事情 其实 就是关于 某些人 某些事 说的是比较多一些 随着时间的到来嘛 那么呢 我们也是一样 也是 怪到点了 我们准备离开 哦 对 这里头我忘了一个 不好意思 就是 当时就说 宋七哥去的狱警嘛 当时狱警 正好站在旁边 这个狱警呢 应该也算 在中国的讲话呢 是官二代 他的父亲呢 原来就在这个监狱里头 在MDC里 就是一个 原来就是一个 leader吧 一个负责的 那么他呢 是作为二代 还继续在MDC里 担当狱警 所以说他 对七哥的那种 关爱 对七哥的那种 那种 那种敬佩 我们在 在跟他接触的时候 因为七哥把他叫了过来 也跟他说了 他也说了 哦 当时Miles这个 牙疼的怎么样 怎么样 那病的多么多厉害 都已经有了生命危险 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预警 对七哥的照顾 对什么 对七哥这种敬佩 我们是看在眼里 两个小时 说长 挺长 说不长 也是瞬间就过了 那么通 这次呢 的 因为是头一次 是三个人进去 所以说 交流的东西呢 挺多 但是有些事情 也没有 太完全的说透 等离别的时候 其实每次离别 我们的心情 都是 其实非常的 难受 为什么 其实我想和大家说一下 MDC 是什么地方 它是监狱 它是一个 让所谓的 这些有问题的人 待的地方 它并不是一个 什么好的地方 这点 大家就 都 很明白 那么 我们虽然每次去 见七哥也好 见燕平也好 带回来的消息就是 几个燕平 在里面都不错 都挺好 给大家 给大家呢 带来一些 都是一些 好的一个消息 好的一个信息 传递给大家 但是大家别忘了 MDC 毕竟是监狱 毕竟七哥和燕平 在里面是失去自由的 毕竟 他们 不能够 满着自己的意愿 去生活 我们 对于这个 在这个监狱里头 不管是如何 它都没有值得 赞美的地方 包括 他穿什么衣服 包括 他在里面的 吃的一些东西 他的生活的一些东西 他不是我们 尽量赞美的 只是 为了让大家 不想让大家 有过多的担忧 对七哥的燕平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带出一些 所谓一些 好的一些 消息 带给大家 想大家放心 但是 他毕竟是监狱 他的球衣 穿在七哥身上 穿在燕平身上 每次都是我们 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每次 其实一进去 见到七哥 见到燕平 看到他们穿一只球衣出来 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 这不应该是 七哥和燕平待的地方 他们没有罪 他们为了 中国人 获得民主 自由 为了推翻这个邪恶的 中国共产党 他们付出了一切 他们付出了金钱 付出了安全 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 冒着极大的危害 他们为我们 所有战友们 承担了所有的这些苦难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 从里面出来之后 说什么 最愉快的 最高兴的 交流了四个小时 我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心 是什么长的 你们的人心 你们的良心 是为了狗了吗 其实 有些话 我不想说 每次我们去 见七哥也好 见燕平也好 你知道燕平 最想的是什么呢 每次点篇都说 他最想的是阳光 因为 他接触不到阳光 所以说 我希望 如果你是战友 如果你还有人性 你还有良心 请你们收回你们说的话 否则 你们会遭到鄙视的 好 今天的小几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